这过了半场 王贴嘴才回过魂来 一把就抓住了王大猪的手腕 拉着他去往自己家跑 这一进房屋 王贴嘴是这本书鬼 从上面取下一个铁匣子 拿出本 现装本 蓝色封面上 用正开书写的四个字 王室宗仆 王贴嘴急忙翻开这组 哗啦哗啦哗啦 翻到最后一页 竟然是一幅画 画中有上中下三层 上面一层画着几间房屋 这房屋里是供满了牌位 分明是王室宗祠 中间一层是画了一片湖泊 湖内有一人 一条青色巨龙 这最下面一层却是一个洞穴 这洞穴内 是困了一只 清面燎雅的恶鬼 看那这里 王贴嘴着一屁股坐到台底 完了 完了 王大柱见着 急忙是接过族谱 这左看右看 却看不出个所有人了 急忙是问 这到底咋回事 你倒是给说道说道啊 这本族谱啊 在我手里已经有些年头了 原先我一直不懂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但隐约猜到有些不妥 今天我终于是明白了 不过明白得太晚了呀 这石缸葬鱼 是在牧荡之时 在棺木之下放一石缸 缸内放三条鲤鱼 一青一红一金 青里呢 属阴 红里呢 属阳 这青红二色 予以阴阳调和 精里可化龙 予以仙人成龙飞生 本是讨个吉利的做法 但是啊 我们忙家从此地下发现的石缸葬鱼 却只有一条青色鲤鱼啊 青里在很多地方都会被寓意成青龙 且是邪龙啊 按理说 在宗祠地下 是不该用这石缸葬鱼之法的 那就算用 也应该仿了金里百里 或者青红金三色鲤鱼 只放一条青里 注定王氏这一脉 指出歪门邪道之徒啊 没有哪一家仙人会这么做的 但是今日呢 我才知道啊 祖宗仙人这么做 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王大仲哪里懂得这些 听得是一头雾水啊 哎 你就直接说吧 到底怎么一回事 蒙天子呢 这一只图上的那只恶鬼 山有山神 河有河伯 同样的道理 山亦有山鬼 河亦有河妖 山神和薄庇护百姓 山鬼和药却荼毒生灵 我们王家吉 背山面糊 数十年来呀 却从无风波 原因呢 只有一个 就是这山鬼 被我们老祖先 用这个青龙枕 压在了宗祠之下呀 青龙虽然是邪龙 但毕竟是龙祖 本性呢 最喜欢吞食鬼怪 所以往往会被百姓 用来震邪驱煞 但正邪的青龙 却不能和红龙同血 不然呢 阴阳双修 就会试了青龙的凶行 那更不能放金龙了 正邪不两立 同学呢 逼相称 这就是我们老祖先 为什么情愿我们王氏一脉 指出歪门邪道之才 也不愿意放三色鲤鱼的原因 毕竟啊 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这下呀 王大柱总算是听明白了 但他一魂人呢 那会相信这些 当下是哈哈那叫 嘿嘿嘿 啊 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挖出来的那条青鲤鱼 就是我们老祖先埋在地下 镇压山鬼的青龙啊 啊 现在这青龙死了 山鬼就要出来害人了 不是 你我虽然是闹了一点不愉快 可毕竟是同族兄弟啊 何必是拿这些 神仙鬼怪的来吓火呀 别说这市长 本就没什么山鬼 何妖狼 那就算是有 你以为 一条小小的鲤鱼 就能挣得住啊 盲铁嘴 心下大气 急忙是喊道 兄弟啊 别说这些了 现在呢 还有救 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 多则一个星期 少则三天 你家 必会损定生命啊 王大柱这一听 来了脾气 顿时是火冒三战 将这个族谱一丢 行 啊 我就等三天 我倒想看看 这山鬼如何来取我性命 我跟你说啊 三天过后 如果我一家老小 没什么事的话 这宗慈地之事 你他妈就别多嘴了 这说完呢 是摔门而去 王大柱回了宫地 说是呢 让这工匠们呢 休息三天 并吩咐这李氏呢 切了猪肉 又让这王龙王虎 他儿子去镇上买酒 悲会儿 李氏这饭菜做好了 就等两个儿子 买酒回来开席了 可这左等右等 失踪不见 二人回来 这王大柱 心头本来就不痛快 这下更是猛火了 这抽了一根藤条 就往外走啊 这刚到门口 正好呢 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来人呢 一见是王大柱 带着哭枪就喊上了 哎呀 叔啊 你快去看看去吧 王龙和王虎 焉在前面湖里了呀 此言一出 顿时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王大柱眼前一黑 肾子一挺 这整个人直直想后倒去 等这个王大柱醒过来啊 王龙王虎的尸体 已经被抬了回来了 兄弟俩是面色铁青 腹杖如骨一并排的 躺在院子里 像极了那条泛着肚皮的青鲤鱼啊 李氏已经哭泪在地上了 这一手抓着一个儿子的胳膊 怎么也不肯松手啊 王霸站在一边抽气不止 王大柱也是老泪不住地往下流啊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王铁嘴也听到消息赶来了 一进门就懊怒啊 哎呀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呀 我知道要出这儿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呀 李氏一见王铁嘴 他疯了一样往上扑啊 口中呢是忽乱喊的 哎呀 就是你害了我儿子 就是你给咒的 钟相亲呢 是急忙拉住了李氏 王铁嘴呢 略显尴尬 转头对王大柱说 兄弟啊 这一次你一定要挺我的 那块宗祠地绝对不能用啊 那口石缸还在 还有办法解救 一旦石缸被打碎 放了山鬼出来 不但一家都难逃厄运 这全镇的人 恐怕都会受到牵连啊 王大柱一听 顿时是大怒我 冷着脸 什么神鬼妖怪的呀 嗯 我两个儿子就这么白死了呀 我告诉你啊 就算我们一家死绝了 那块拆机地 我也是要定了 说完 他随手摸起这铁稿 不顾众人劝逗 一路是来到宗祠地前 找到那口石缸 举起手中铁稿 对着石缸 啪啪啪啪 就是几下 将这个石缸 砸的是四分五裂 这石缸一随 露出来 底下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来 这洞口呢不大 却是深不见地 汪铁嘴一见 长叹一声 面色黯然 不再有任何的言语了 转身地回家去了 王大主连损两子 心头悲愤 将一股怨气啊 都附在了手中的铁稿上来 片刻之间 将到洞口 刨了一个乱七八糟 才停下手来 将手中的铁稿 往地上重重这么一顿 低头抹了一把汗 这铁稿一顿之下呢 正好是砸在了地面的碎石上 这砰的一声 一块碎石是击尸而起 王大主 这一低头抹汗 碎石呢 是正中王大主的眼睛 只听着 哎呀 一声残叫 王大主 单手无言 这鲜血 已经是顺势之风 流了出来了 一直跟在旁边的王宝 一见这王大主受了伤 急忙是上前查看 却不了 急中出错 一脚踩在了碎石上 这脚下一滑 身体顿时失去平衡 这砰砰一声 摔到在地里 这脑袋啊 是营涅状的了 这地上铁稿的尖端上 嘶嘶一声 对窗而过呀 四肢呢一阵抽搐 眼见不得火了 众相亲急忙上前 这七手八脚的 将这爷儿俩呀 送到了医院 等李氏 嚎啕着赶到的时候 王宝已经是短了气了 至于这王大主呢 是一直眼睛废了 在得知 王宝也死了之后 整个人就待在那里 嘴里呢 不停地念叨着 山鬼 山鬼 第二天 王铁嘴一家呢 忽然是搬离了王家吉了 临走前 这王铁嘴呀 告诉众相亲 这王家吉啊 不能再住人了 青龙死山鬼处 再住下去啊 不死其伤啊 但是呢 这众相亲啊 都在这王家吉 居住了这么久了 哪里肯轻易地 舍弃家园呢 没有一个 愿意搬离王家吉的 与此同时呢 这李氏啊 将这个王铁嘴 告到了警察局了 说他呢 为了争夺此地 设计 害残了自己的丈夫 人命关天 这警察 迅速进行了调查 对王铁嘴呢 也进行了 看管审讯 过了几天呢 王铁嘴呢 就被放了出来 警察公布了结果 说是呢 经过严格的核查 这一切呢 都属于偶发事件 王大柱一家三子命案 与王铁嘴无关 但是呢 这王铁嘴啊 散布封建迷信思想 威言耸听 蛊惑人心 将处于罚款 以示警戒 这王铁嘴 被罚了钱之后呢 对此事也闭口不谈 但是呢 坚决不肯 搬回王家吉居住 事情呢 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但奇怪的是啊 从此之后 王家吉就不在安宁了 不是东家招了灾 就是西家惹了祸 离奇的事情是 越来越多 很多人家呢 都搬离了王家吉 这王家吉呢 是逐渐破落了 三五年后 竟然成了一处荒村了 至于 这山鬼的说法 由于王铁嘴 闭口不谈 也就在无人知晓 其真实冤为了 中文字幕录